首先呢 第一步先敷一个面膜 让皮肤呈现一个很好的状态 它有两个 只能把它精华撕下来 最近这个面膜 很多人都在种草 然后它的这一款呢 结果是稍稍厚的 有点偏霜的质地 有一体坯的地方 可以着重地涂抹一下 它的精华基本上都在 面膜齿身 我习惯先把这里面的精华 摸到脸上 就是胜温的 再去浮一下更多 然后如果能先听见 不再敷衍的也是可以 多余的精华可以用来吐吐手臂 吐吐小腿 比较容易皮肤干燥一点 我一般涂完面膜就是 用它湿了水 直接擦掉 就如果后续要上妆的话 因为直接让它按无吸收 会有一点太多嘛 会有点油腻 多余的给它按掉 就可以了 这个WLAB的防晒霜 应该是今年最后的防晒之一了 但质地就是很嫩 有东西也蛮好的 很多油皮的小小女后问我 要用什么 轻爽一点的话 WLAB这个就还不错 然后这个防晒霜也是 不会搓泥的 很多防晒霜都会搓泥 用瑞色的颗衣 来修饰一下皮肤 这个是他们家比较顶级的粉底 流动性各方面 遮瑕包括自然度都非常好 我的是2C零号色 粉调的200 他们家色号比较多 我想要选的话 不妨去妆柜试一试 我终于换美妆蛋了 它一盒里面有4个 然后价格比较便宜 我之前 忠诚于我之前的美妆蛋 一直在用那个 结果结束这个以后发现 也非常好用 非常柔软 然后我用的这一盒呢 它有两个斜切面 就还蛮适合上妆 包括后面的蒸霞的 湿了水以后再用 会上妆更服贴一些 这下今天用到用你的 1号就是用来提亮 1.5号呢 我就是用来遮瑕 然后再用1号色 做下面部提亮 在提亮的位置 稍微涂一点 把我卧层部分的黑色 稍微盖一下 算是黑眼圈吧 这个 基本到这个程度 底妆就差不多了 干皮可以从外圈着手 然后一份 带一下 一处于我的位置 今天的妆是仿神骁的妆 但是五官就按我自己的来画 然后是轮廓 我看了他一张侧面的照片 在裙骨这个位置 是有蛮重的修容的 那刚好我自己也是裙骨比较宽的人 所以这个位置 修容非常和我的心 接着来画眉毛 用的是梅兹的三地旋转眉笔的03号 一边是笔 然后是扁平状的 一边是刷头 中间是你开勇士眉粉 它这个造型的眉毛 其实是挡住了背头发 但是我认真看了一下 预约看到一点 稍微平一点 就是没有什么眉峰的眉毛 眼影首先用到的是 浪漫主义里面的这个颜色 扫在双眼皮 暖眉内 尾巴的位置 记得不要往下画 就是稍稍画一个三角拉尸尾 然后用浪漫主义的这一盘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红和之后的颜色大概是这样 从双眼皮的后面开始扫 向前铺满整个双眼皮 接着还是用这两个混合过的颜色 加深我们的眼尾 接着用爱金主义里面的这个颜色 来拉长眼镜 我眼睛本身就比较滩 所以可以把后面这个位置稍微加重一点 肩膀是翘翘的 然后 适合贴假睫毛 小心 可以考虑 再就装了这 贴假睫毛 我呢 就不贴了 根不一定要翘 前面可以不需要太绝 黑色的这一支我还没有开始弄 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用那个棕色的 它的膏体是那种非常的丝滑好上色的 然后又不容易晕妆 所以还是蛮推荐的 颜色的外质要画出来 稍微相剩的 画完上眼线呢 我们要画一个内眼角的眼线 但是这个上手就一定要清 否则的话会容易画得太脏 眼线画完之后 感觉眼影好像还是颤了一点 那么我准备继续再加湿一下眼影 还是爱金主义的这个颜色 我们用这个眼影可以去运染一下我们的眼线 让它边界看起来不要那么的突兀 最后用这个颜色给我再提一下亮 上睫毛要刷的长长悄悄的 这个睫毛膏属于就是无论你怎么刷 都会苍蝇腿 然后还无敌的长 然后小拖比较好控制呢 我的红血丝有一点拖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等着亮亮了 但是因为刚才一直在忙皮的事情 然后没有时间给你们录这个视频 所以现在给你们录出来 然后下睫毛呢 我只刷后半部分 因为我的眼睛太远了 如果刷这里的话会显得更远 那整体的妆感是一个长型的话 那我只刷后面半部分 其实要是有假睫毛的话 贴一下眼尾后半部分 应该效果也蛮好看的 但是我没的 到腮红的部分了 用的是泰国的这个派子 这块腮红是比较百搭的颜色 它三个颜色里面 这一个就是偏陆柜粉一点的 我看它在我的范围 应该是这一个区域 大面积的色相 从阴影的部分衔接往前走 它是一个很细腻的香槟镜 是一个很日常不调肤色 也不调皮肤状况的一个角光 一个有一点点橘调的红色 因为我只想给一个红色 那边是这个黄色的 这三个星期五 我最怕的鞭色 上面是什么 那边就是 streaming 调节目 你就要